木制舞台区腐朽变黑 地板隆起 触目惊心的场景 再加上四周墙壁 也因为潮湿导致油漆 严重剥落的情况 完全看不出来 平常这里也是先动国小学童们 上台表演的场地 今年补助了学校 做防水隔热的工程 那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在有关他礼堂内部 包括他墙壁的剥落 还有包括门窗 还有包括舞台 扶食的部分 修食的部分呢 我们也期望就是说 请秉秉秉座这边的话呢 能够帮学校争取一笔经费 来做帮他做一笔 做这样的一个更善 来提供先动的孩子呢 一个更好的一个教学环境 在先动国小校长 主任市政府教育处人员 以及家长会会长等人 一起会看下 基隆市议员张秉均 也承诺校方将会争取经费 配合市政府教育处 已经补助先动国小施作活动中心屋顶防漏工程后 预定在暑假期间重新整修舞台区 以及粉刷整理四周围的墙壁和窗户 先如校长所说的 把他的防水工程做完之后 那我们会在同步来去争取经费 希望能在今年暑假的期间 然后来同步施作 不管是油漆的部分 窗户或者是电风扇 甚至连木质地板的部分 我们都一定可以把它来修复 翻新 等到学童们暑假回来之后 他就可以看到一个漂亮的 我们的教学环境 漂亮的礼堂 再苦也不能苦到孩子 看着有百年历史先动国小的学童们 在冬天难得的暖阳下 开心放寒假 能够为学校的师生们 各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虽然戴着口罩 也能看出来市议员张炳钧和校长彭雪峰 都笑得很开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主持人 好